美猪美牛在明年即将要放宽进口 但是对于健康上的疑虑依旧是没有消除 要是民众因此衍生出其他的疾病 也恐怕会造成我们健保上的负担 现在就由健保委员会提案了 建议卫福部要开征食安健康捐 抑住健保安全准备金 那么这一是食安健康捐 首度成为公部门的正式讨论议案 不过现在有专家是持反对票 认为政府明明知道扩大进口 有健康风险存在 但还是只要开放 如今再用食安健康捐 抑住健保 实在是非常荒谬的举动 美猪美牛一体延烧 摊伤天天都被民众追问 猪肉从哪边来 不少人对于莱克多巴胺的健康疑虑没消除 要是放宽进口后 因此衍生出的其他疾病 恐怕会造成健保负担 有健保会委员提案 建议卫福部比较烟捐开征食安健康捐 抑住健保安全准备金 至于征收方式 征收对象是进口商还是消费者 都可以再讨论 而这也是食安健康捐 首度成为公部门的正式讨论议案 实际的想法 是遭到专家批评 明明知道美猪美牛扩大进口 有健康风险 但政府还是执意开放 如今在弄出食安健康捐 真的是非常荒谬的举动 承认人民生病后 肉体跟精神上的痛苦 并不是任何捐收可以弥补 烟捐是我们要不要买香烟素 我们主动做选择 食品健康捐呢 这个有关美牛美猪的一个进口 然后如果真的是造成一个健康的 一个危害的话 那老百姓来讲 它是一个被动不治的情况之下受害的 他们有一个选择权 这回健保会的食安健康捐提案 等于打了政府一个巴掌 代表连健保会委员都不相信 美猪毫无健康疑虑 要是捐收由进口上负担 也难保不会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只怕民众又得面临伙食费上涨的压力 就点我们明示人听不过的